好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是不是先處理保安處分執行法 那個法務部那個同仁是不是可以把剛剛協調的文字 保安處分執行法 這個比較簡單 請部長唸一下好了 我先說明一下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二條的部分 第二條第二項 許委員的提案版本 本來是說要由法務部協調 然後報請行政院指定 後來經過大家討論的結果 我們大家接受的條文是這樣 必要時法務部 當然是先由法務部設置 然後必要時法務部得請行政院協調 相關中央主管機關設置或委任委託 或委辦其他機關購設置辦理 這樣 好就是法務部得請行政院協調 再上請行政院四個字 得請行政院協調 不要指定 就改為 得請行政院協調 好 好 那請問 對於 呃沒有意見 外父沒意見 OK好 那那個 說明的部分要相應修正齁 再請法務部 提供文字修正的處理 立法說明的部分 好 好那第二條如果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就照 調文文字齁 照 呃 呃 配合第二條條文修正後應調整之立法說明 請法務部盡速齁 參照審查會意見你去修正內容 被韓 被文韓送委員會並列入審查報告 好那繼續進行第十五條齁 第十五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的話我們就照委員許智傑的17人提案通過 第八十九條 我們有一個修正動議A 好這個是那個 好這個修正動議A裡面齁 還有那個 他那個本法齁 中華民國某年某日某日修正公佈 這條文齁 那個公佈兩個字 可能要拿掉 因為修正跟公佈是兩件事齁 修正是指三獨通過的時間點 公佈是指總統公佈啦齁 那這樣寫會搞不清楚 所以是要把公佈兩個字刪除齁 好那如果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是不是照修正動議來通過 好 好照修正動議再修正好通過齁 把公佈兩個字刪除 好 本案審查完 距離距審查報告 提起任務會公爵 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任務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 黃仕傑出席說明 調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 用自由委員授權主席提示實人整理 好那我們現在進行 第十三號 我們要回到一百八十五條之四齁齁齁那請問 現在在場的各位出席有沒有什麼意見 有兩個修正動議 的部分 可能先問一下這個主管機關對於修正動議 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好請發布 現在有兩個修正動議 我們是比較 傾向於修正動議二 這個有經過協商大家覺得 二的部分 就是針對原來的版本 再做一個比較 簡潔的規定 要念條文嗎 不要念條文 好是不是請四百院 秘書長也表示一下 對於修正動議的意見 我們也是比較 贊同修正動議二 好這邊我稍微表達一下 因為這樣討論完全沒有 實質內容 他跟 大家的期待感不太一樣 沒有關係 這個 這個主要說是因為因應大法官四字 要求 第一個是 明確性的部分 所以說要把 這個 到底 造勢兩個字 他們認為說文藝不明確 所以我們現在修正為 這個駕駛動議交通公司發生交通事故 那 這裡面其實有好幾項爭議 包含說 這個 作為義務的內容 以及作為義務 要不要依 這個 各種不同的情境 發生事故產生的情境的 所謂的結果 來做區分 然後再定不同的行動 那 以及呢 這個 到底呢 無過失 發生交通事故 無過失的情形 你們應該包含在內 這個 也是道安解釋的重點 不過道安解釋並沒有 硬性要求 一定要怎樣 只好認為說 立法政策上做一個明確的交代 那 現在這個條文看起來 是 駕駛動議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 應該是沒有特別去指明 到底是 哪一種情形發生事故 那但是呢 針對這個 自然傷害 普通傷害 或者是 這個自然與死 或者是重傷呢 他有做一些區分 那在 就 前行為就是這個 將出無過失的部分呢 也有考量到 他完解釋認為說 這個 在情節輕微的狀況 可能過科的情形 有給予減輕或免除其刑 所以一方面呢 在 自然傷害而逃逸的部分 已經將這個行度恢復為6月以上5年以下 跟 這個所謂的88年的版本是一樣 那麼在無過失發生交通事故的情形 還有可以再減輕或免除其刑 已經對於大官解釋 這個部分有充分的回應 那其他有一些可能這一次修法還沒有辦法一次到位的部分 因為時間很緊迫 就包含說 關於 這個 這個所謂的 作為義務 就是說 怎麼樣才不算逃逸 這個部分呢 可能在目前 還是有待 由這個實務上來做 這個處理 依照現行的再去做整合 希望未來能夠給他更明確化 那麼 所以我們 如果說大家好 沒有特別的意見 我們就依照 這個條文來通過 那請司法院先說明 我主席 我們希望 就是就到大法官 777號解釋 並以檢討的瓜糊二 就是停留現場作為義務的部分 至少 在那個立法理由裡面明白去說明 也就是說 比如說 這個 應停留現場 並應通知警察機關處理 然後 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 表明身份 這三樣 都是關於責任釐清的部分 另外就是 協助傷者就醫 對事故現場 為必要之處置 這個就是 救助義務 然後 還有防止第二次事故 避免死傷擴大的部分 這 這兩大部分 應該在立法理由裡面 充分的說明 好 那你們可不可以提供 文字 來給 好 請劉司法委員 那個秘書長 在原來 那個你們所提的行政院司法院提案裡面的立法理由說明裡面 包括從第一項 當然就是跟憲法777號有關 但是你在第二項第三項跟第四項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有說明得非常清楚 當然我們現在只是就這個修正動議2裡面就文字題修正 那但是您剛有提到說有沒有即時救護 就是說 要表明自己有沒有進到他這個商 這個交通事故之後 是不是真的有造勢或是逃逸的責任 我看他是寫的已經是算清楚了 那如果這個是算清楚的話 可能只是有部分條文需要修正 而且司法院的意見裡面也是提的相當清楚 我們上次有討論過了 需不需要再重新再把它寫清楚一下 您要不要再說明一下好嗎 謝謝 呃跟跟委員報告 那個 呃 行政院司法院啦 呃 惠賢的 版本啦 那個立法說明2 呃只寫到說即時救護避免死傷擴大 但是並沒有提到啊 呃777號解釋啊 並以檢討 瓜湖2所提到的 那個釐清責任的部分 就是有關啊停留在現場 呃而且應該通知警察機關處理 呃像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份的部分 呃這些都沒有寫到 那呃至少呃用 釐清責任幾個字來包括 呃應該 呃是至少的 呃必要的 好請問問 這條的關鍵就是什麼叫 逃逸啦 所以那個立法說明部分的確要講得很清楚 那因為剛才提到就是說有涉及到幾個 第一個就是所謂 報警嘛 然後有沒有所謂採取必要的 救護的動作 那剛才民主長今天提到要表明是那個是 哪一部分 就是說你們文字上可不可以 盡快提供給我們 我們是不是 先請法務部還要補充說明嗎 法務部在原來兩院的版本裡面的說明欄 呃其實都有寫清楚了寫了四點了嘛 齁 那 如果要再補充 那我們也歡迎司法院如果給我們一個文字 譬如說要強調說 他有沒有 呃即時報警 或是有沒有打電話請求救護 再把文字上做一個 修正 我想就很清楚了 好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沒有 反不同的意見啦 只是要怎麼把這個文字寫清楚 齁是 需要一點時間 那如果 大家我們現在先回到這個條文文字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共識 如果有的話 我們條文是不是先 好先先 依照齁這個修正動因二來通過 然後再 有一些需要補充說明的部分 包含說 這個 剛剛講到的 就是說到底什麼 什麼樣才構成陶藝 好 實務上類案件類型化 所以敘述更清楚 請司法院提供 相關的文字 來給這個 法務部 來參阻 來修改 讓我們會後提供 還是說現在就要 你現在可以嗎 就是 好 汪委員 好 還要再請許委員 就一樣的部分就是說 過去在這個過失 或是意外 或自使的部分其實比較沒有辦法清楚的定義 所以 時代力量版本在1854的部分 其實就比較清楚說 為使利害關係人或警察機關 吸之自己涉入事件而離開的部分 其實就是明確的部分是 比較明確來定定 又或者是說已經知道的部分 然後特別來做離開 相對應的部分 是比較清楚能夠呈現 就是希望說 在這個造勢的部分 過去比較不清楚的部分 在這邊來得很清楚的明定 所以會認為 在1854的部分 依照修正動因第二的 版本的話 其實還是會有相對應的 相對應的可能性 就是沒有辦法清楚定義 所以還是希望說 這個文字是應該在本條的法文裡面 來做一個清楚的定義 好 其實 本來我的版本是寫的比較詳細 就剛婉儀提到的 大概寫的比較詳細一點 那 那現在修正動因二這個傷害看起來就 就是至少有表達到跟原來的造勢不一樣 那至少說如果照修正動因二的時候 那原來我的版本那個後面是不是列在後面的說明 來把他表達清楚 好 謝謝 其實這個 我們有考慮過 就是說 是不是要明確的寫這一些 可是我們會考慮到這個明確性的問題 譬如說如果依照 這個 學委你的版本的話 這個 立即通知警察機關處理 那是不是我現場有打電話報警就算了 好 那我就可以離開了 那這個跟我們現在實務上的操作 似乎不是那麼 相符 尤其在有這個人命案件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操作的時候 好像不是這樣認為 但是你要如何描述 就會涉及到 那他要留在現場多久 那如果照實在地上版本 他是寫相當期間 這個相當期間是相當多久 這個會隨著時空環境有很大的差別 然後就是說 還有譬如說 因為我們這一條裡面 還有期待他去救助傷者 那救助傷者 需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在 具體的情境底下 其實會有變化的 也有可能 他必須要離開 事務現場把他送醫 或等等的情形 那這一些 所有的情狀 很難 在很邏輯性的 很精簡的文字 在 這個裡面去表述 在條文文字裡面去表述 那為了讓這個條文 不要跟我們既有的 其他條文的文字 長得太不一樣 所以我們才會考慮說 是不是就 逃逸的部分 讓他 在 立法理由裡面去說明 因為現在實務上已經累積了很多的個案 應該可以有一些比較清楚的表述 但是他不是條文的形式 因為用條文形式很難表達 那條文 寫下去之後 又會涉及到 對條文的解釋適用 在刑法的解釋適用上面可能會 反而會引起更多問題 所以我們才用這樣的方式 剛剛經過討論之後 才採取這個修正動議 二的這樣的比較簡潔的寫法 這樣子 那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把 剛剛實在力量 還有許許委員 你們講的這些 其實剛剛 秘書長也都有提到 是不是請他們 把這個立法理由 寫得更詳細這樣子 那提供文字 來給法務部參考一併納入這樣 好 請王委員 通說明下就是 如果在修正動議的部分先進行 先同意我們是覺得是可以 但是剛才主席有特別提到說 依照我們的版本 可能就會有這個相關的 比如說 適當的時間等等 相當是等待時間 可能沒有辦法清楚 但是其實 重點在於說 後面其實有提到說 如果即使利害關係 或警察機關窒息自己 涉及事故 且成名其諸所 等等的相關資訊的部分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避免到前面 有所不清楚的部分 因為重點是 他把他相關的資料留下來之後 然後讓這些人能夠聯絡的到 其實這樣就應該不屬於 這個所謂 肇事討議的類似相關的部分 所以我們是在這邊補充說明 其實我們的條文其實有清楚 希望能夠涵蓋到這個部分 有啦 因為你講的我知道 因為我看你的條文 這個是反德國法的協法 但是我們的立法體力跟德國法 沒有完全一致 章節也不一樣 而且就是說 對於保護法律的解釋 其實也有所出入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是說 因為 第一個我們條文的寫法 跟德國不一樣之外 最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 因為你寫警察機關 到底這個警察機關 實務上操作會變成怎麼樣 還是有他的不確定性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通 所謂通知 或是我 我活動一毛 我自在留下來的 這樣是不是就算了 或是說 我第一張名片給對方 然後我就可以走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跟我們現在 實務上操作這件事情的 民間的認知 會很 一下子會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們才沒有說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這個條文可能就沒辦法 立刻去使用 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宣導 那我們會希望說 因為我知道這個條文現在 大家一定不會很滿意 起碼學者之間也有很多不同意見 但是呢 為了趕上 大法官解釋的兩年的校期 避免未來在審判實務上面 因為大法官解釋 造成了所謂的部分失效 那個部分不明確 造成審判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先 用這個版本去修正 讓實務上再去發展 那未來我們這個條文 應該還有在修的機會 那未來再把它做得比較好一點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 依照修正動一二 來 通過 然後 配合 請法第185條 知識條文修正後 因調整之立法說明 請法務部 跟司法院 提供文字 請法務部盡速參照 審查會意見 擬據修正內容 被文涵 說委會並列入審查報告 好 那我們如果回頭去處理的話 應該 61條的部分 就不用 特別處理 因為我們已經在那個 現在通過的修正動一二裡面 把那個 情節輕微的部分 可以 有這個減輕或免除其刑 所以61條的部分 我們就 這個不予採納 不予修正 好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好 沒有的話 那 本案審查完俊 你據審查報告 提醒約會公爵 本案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時 有召集委員 黃志杰出席說明 調詞引述條文部分 文字及法制用 自用與授權主席 及議事人員整理 好 那本次會議所對議程 建議處理完畢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 現在上會 謝謝大家